除了寒流及日流 华流近几年也在开始流行 不少华人明星在各国大红大紫 先前日本网站变票选出最帅华人男演员前九名 台湾 中国 香港的演员们都包含在内 台湾方面 严承旭 周渔民 严亚伦及霍建华都上榜 以下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9 宋威龙 杨阳等帅哥都入榜 肖战王一博超夯 台湾最帅是他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9 严承旭 严承旭当年因演出流星花园男主角 道明寺而红遍全亚洲 当然也在日本打开知名度 而他与其他三位主要男演员组成的F4 在日本大受欢迎 2008年时与日本歌手的圣地舞蹈馆开唱 创下华语歌手与日本连开七场万人演唱会的记录 可见他们的高人气 严承旭则在2009年进攻日本歌坛 打败福山雅治 蓝等人气歌手登上排行榜冠军 还参与电影鲁邦三世 挑战一正一邪的角色 与小力寻共同标系 网友表示严承旭饰演到明寺时的微长发很适合他 随着年纪增长 他变得更加成熟 拥有与以往不同的帅气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8 周渔民跟严承旭一样周渔民也是因为流星花园打开知名度 他在剧中饰演个性孤僻又神秘的花泽泪 忧郁小生的模样迷倒不少少女 不少人提到他与原著小说中花泽泪的形象一模一样 深邃的五官相当迷人 是标准的帅哥长相 周渔民在F4之后潮戏剧圈发展 在痞子英雄中饰演外表浪荡 其实正值勇敢的警察 大获外界好评 之后他又演出多部戏剧 并已回家成为金钟戏王 用一部部优质的戏剧作品 成功让自己从偶像花美男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7 邓伦 邓伦得到第七名 邓伦已演出花飞花舞飞舞 而开始展露头角 后续又助演楚桥传 香蜜沉沉尽如霜 《一千零一夜》等剧大受欢迎 成一线戏剧小声 而他也参与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暖男形象又收获一大票粉丝 不过去年却爆出邓伦偷漏税 被处罚并追缴1.06亿元人民币 社交账号都全遭封禁 演艺事业就此中断 虽然在中国被封杀 但他在国外还是有许多忠实粉丝 日本网友表示 每次看邓伦主演的戏剧 眼睛都会粘在他身上 离不开 很希望有机会再看到他的新作品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6 闫亚伦 虽然这几年闫亚伦活跃于综艺节目 但他也演过不少受欢迎的戏剧 例如就是要你爱上我 后菜鸟的灿烂时代 爱上两个我都曾在日本热播 加上他本身的长相十分精致 是日本人会喜欢的类型 因此在日本有颇高的人气 闫亚伦也曾与日本人气女星波流 合作录台湾Express 饰演在东京工作的台湾建筑师 他在剧中大秀日文 倍赞腔调相当自然 也让他在日本的知名度更上层楼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6 霍建华 霍建华虽然已经43岁 但颜值完全不输小鲜肉 还增添了几分成熟 他在台湾及中国都主演过不少经典戏剧 尤其是在中国主演的花千古 女一 明飞传 如意传等剧都红到日本 难怪他在日本有这么高的人气 也是这个排行榜中 排名最前面的台湾演员 有不少日本网友都表示 因为看了如意传 对饰演皇帝的霍建华印象深刻 并说他的外貌相当出众 而且什么类型的角色都能驾驭 跟搭档的女演员也都很有CP感 是很优秀的演员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4 杨阳 杨阳也是中国人气非常高的一线小生 她在2008年时因演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而展露头角 后来又演出盗墓笔记 累积了不少粉丝 到了2016年 主演《微微》一笑很清纯人气大爆发 之后又在《你是我的荣耀》担任男主角 迎来第二波《事业高峰》 与迪丽热巴的CP感 让许多粉丝还出不了坑 有日本网友表示杨阳的名字特别好记 所以对她很有印象 而在看了她的戏剧后 又被她帅气的模样迷倒 并说杨阳目前已经31岁 与20几岁时的她相比更加成熟有魅力 很期待她再带来新作品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3 宋威龙 年仅23岁的宋威龙是此次榜单前十名中最年轻的演员 她因参加实际游戏秀全员加速中被观众所知 之后向演员之路发展 演出凤球皇 下一站是幸福等剧 2020年因主演以家人之名大红 而她与景博然合作的君子们目前正在热播中 宋威龙是典型的浓颜 英姿飒爽的模样很受粉丝喜爱 网友表示她虽然看起来很酷 但露出害羞笑容时有很大的反差萌 难怪能拿下三名的好成绩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Top2 王一博 人气超高的王一博拿下第二名 王一博当年以男团Unique在中国及韩国出道 精湛舞技让不少粉丝津津乐道 2019年因主演陈情令爆红 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顶流男星 后续又演出有匪 风起洛阳等剧 也活跃于各大综艺节目 但人红是非多 王一博最近因受访时回答 不知道遭中国官媒央视网讽刺是文盲 让粉丝不满 公然与央视叫嚣 引发了不少讨论 不过这并不影响王一博的人气 还是在排行榜中勇夺亚军 还有网友说他是中国国宝级帅哥 王一博独特的气质 他像刚刚出生的暖羊 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 他在娱乐圈是属于多才多艺的艺人 他不仅擅长歌唱和舞蹈 演技也相当出色 今年热播的谍战剧追风者也非常出彩 在剧中饰演魏若来一角 也让他圈粉无数 他特别是在舞台上的表现 总是火力四射和青春飞扬 在台下又不失成熟稳重 冷酷不苟言笑的大帅哥 整个气质独特让人不得不喜欢 日网票选最帅华人男演员 逃逼 肖战 冠军毫不意外是由肖战夺下 肖战曾参加过选秀节目 燃烧霸少年 从男团X9少年团出道 与王一博一样 因演出陈情令而大红大紫 发行的单曲光点 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数位单曲 以2548万的销量 创下发行24小时内销售最快的世界纪录 在陈情令之后 肖战又演出 《庆余年》 《斗罗大陆》 《余生》 《请多指教》等剧 人气可以说是一起绝尘 在各大排行榜中都是冠军 有不少日本网友表示肖战又帅又可爱 难得能让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如此上瘾 说真的 肖战最让人着迷的是他的微笑 他一笑 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今年肖战也是作为唯一一位内域明星 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 肖战脸型流畅 眼睛秀美 尤其是笑起来唇形弧度配上弯弯的笑颜 古欧美男的称号史智名归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长相俊秀而独特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眉目清秀 眼神深邃而富有情感 鼻梁高挺 整体面部轮廓立体而富有层次感 笑容阳光 有着邻家男孩的亲切感 在工作时 有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和魅力 期待他接下来的《藏海传》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得嫌景致 相信肖战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感谢陈奉雄传侠之大臣